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股市试图保持反弹的势头破灭了 投资者仍在权衡 随着利率上升和更多人开始担心 潜在的经济衰退而产生的超强通胀风险 最新出炉的美国经济数据不佳 首先 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 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8.7 预期是100.4 前值为106.4 不及预期降至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 其次 达拉斯联储公布的6月德州制造业 调查总体商业活动指数 从5月份的负的7.3 暴跌至负的17.7 创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该指数数值也远逊于市场预期的负的3.1 6月李士满联储制造业指数 为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至负的19 由于德州制造业出口 占美国制造业出口很大一部分份额 而制造业又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 因此达拉斯联储的制造业指数 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反映美国经济动向的指标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指数 两年来首次跌破了融库风水林50 福以PMI出值创5个月新低 目前 衡量美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指标 一个接着一个崩溃 引发股市进一步下挫 上周 33家美国大行均通过了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 虽然预计总亏损将达到6120亿美元 但所有接受测试的银行仍高于其最低资本要求 这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可能来临的严重经济衰退 对此 撒钱和自救开始 华尔街的几家银行在通过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后 提高了股息 富国银行和高盛集团宣布了几个最大增幅 分别为20%和25% 然而 另外两家大公司 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 尽管通过了压力测试 但决定保持其股息水平不变 分别将股息位置在每股1美元和每股50亿美元 小摩给出的理由是 未来资本要求更高 发布声明后 小摩股价调转方向并最终收跌 摩根大通首席知情官吉米戴蒙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的资本来投资和发展我们的市场领先业务 支付可持续的股息 我们将保留资本以完全满足未来的监管要求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美国银行巨头今年将向股东返还800亿美元 西国集团发布会后公告 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 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设置价格上限 称欢迎欧盟决定与合作伙伴 讨论遏制能源价格上涨的途径 包括实施临时进口价格上限的可行性 技术性工作将在会后开展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新一轮 与俄罗斯有关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并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国有国防集团 以及包括莫斯科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 对此 俄罗斯宣布将25名美国公民列入了制裁名单 原因是其执行反俄的路线 名单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亲女儿 可见 在对等的制裁方面 俄罗斯的手段并不多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若国会不批芯片法案 环球晶圆建厂计划获奖高吹 目前 无休止的拖延和政治角力 让该法案的进程陷入了混乱 因控枪 堕胎权 调查国会上事件引发的多重政治混乱 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法案 但上述那些大事 没法靠国会的超党派合作解决 而半导体这种技术挑战可以 两年前 当美国两党参议员首次提到半导体立法时 他们将其形容为一条旧式良策 美国在设计和制造先进计算机芯片方面 相对中国的优势明显 为进一步进行垄断 所有人都认为 得投入联邦研发基金 作为两党为数不多的 能够达成一致的议题之一 起初他的推进似乎势不可挡 参议院于去年6月 以68对32高票通过了创新竞争法 不久参议院又通过了关于基础设施的法案 在那一刻 拜登看上去成功地让美国政治体制重新运转了起来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众议院在通过法案的事情上犹豫不决 拖延了8个月 就像他在基建方案上所做的一样 今年2月 众议院最终通过了自己的版本 但与参议院的法案有很大的不同 今年4月 一个由107名成员组成的大型委员会 被用于协调两院法案 然后他直到5月才开会 然而拜登并没有能够调动 在众议院占优势的民主党党团 也没能把他的行动口号变成现实 该法案之所以如此难产 是因为两党都很清楚他很受欢迎 通过的可能性也很高 所以就会想着附加一些自己的议程 大佬们本应阻止这些带有私利的附加议程 但他们没有 法案的一拖再拖 除了内讳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而且就在美国国会犹豫不决的时候 其他国家正在竞相通过自己的产业政策来投资芯片 欧盟 日本也在去年开始制定自己的半导体计划 甚至是印度 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特别是欧盟 本应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泥潭 它比美国晚了一年 开始建设这条通往未来的重要道路 现在却开始领先了 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希望国会在8月休会期开始前通过美国芯片法案 这样一切都不会太晚 对于外界关注的3nm芯片 台积电或将于2024年量产 目前正在按计划推进 2nm制层芯片则将在2025年量产 此前为保证能够获得4nm先进产能 苹果兼设了台积电涨价 包下台积电4nm约12至15万片的产能 以满自公司A16应用处理器生产要求 英伟达由于三星代工厂存在问题 被迫完全转向了台积电 传言称 英伟达支付台积电高达70亿美元 以确保使用台积电5nm工艺 台积电届时将垄断 2022年英伟达所有的GPU订单 未来台积电的代工市场份额 有望进一步扩大 三星之前被爆出市场阶段 芯片良率造假的丑闻 部分5nm以下制成的芯片良率 甚至只有35%左右 在丑闻爆出后 三星展开了自查 不过比起名誉上的损失 更令三星肉疼的是失去了高通这个大客户 高通公司已经决定将转单部分给台积电 事实上良率对于芯片制造厂商来说 几乎与先进制成同样重要 1%的良率提高 可能意味着每年1.1亿美元的净利润 而对于尖端的逻辑晶圆厂而言 1%的良率提升 意味着1.5亿美元的净利润 一个芯片行业的效果是 过去大家做芯片是一手交钱 一手按消耗的晶圆数量来给你生产 各家有各家的良品率 能做出多少芯片 全凭良品率来莫奖 大家相安无事好多年 而到了三星这边 因为良品率实在不好恭维 所以他们变成了 按照最后实际能产出多少芯片来计算 一手交钱一手交芯片 那么为啥三星现在这么尴尬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最新的芯片 造得不如隔壁台积电的好 良品率 功耗 晶体碗密度都干不过别人 目前三星想要在三纳米或者二纳米阶段 实现对台积电的反击 这里的反击除了两家公司技术路线的不同之外 最大的关键是在光刻机这一关 在这方面 台积电和SMR可以说是有着深厚的友谊 20年前的SMR在光刻领域还是名不见经传 靠的就是和台积电的深度合作 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两家公司一起携手发展193纳米浸润式光刻技术 把曾经的光刻机巨头尼康给赶了出去 从20年前的45纳米到前些年的7纳米工艺 靠的都是净润式光刻技术 三星可不像台积电有这层关系 值得另寻他法 所以李在荣在出于没多久 刚整治完内部就立马前往欧洲住国 别的地方没多停留就直接跑到荷兰去 跟SMR的高层与荷兰的总理谈相风声 最近 韩国新总统对于美国的态度也是世人皆知 这一切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最新的EUV光刻机 总的来说 三星虽然如今在5纳米4纳米市场失去了先机 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失去了反击的机会 近年以来 半导体肋骨遭遇重创 而摩根斯丹利认为 这位投资者创造了一个以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抄底最具竞争力和最具影响力的半导体巨头的好机会 摩根斯丹利的最新研报写道 未来的芯片之争将主要在台积电 三星和英特尔之间展开 其中 台积电与三星最值得投资者关注 蓝色巨人英特尔 地位则不那么确定 目前 台积电获得了50%以上的全球代工市场份额 且营业利润率长期维持在40%以上 比代工行业同行仅15%的平均利润率水平 高出约25个百分点 到2023年 台积电的销售额预计将以2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而三星的复合增长率增长约为15% 也就是说 台积电更具成长属性 然而 三星布局更加全面 在价值周期性偏好的回归过程中 这将有利于三星 最后我们来看耐克财报 6月28日 耐克披露了2022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形式 2022财年耐克全年营收达467亿美元 在汇率不变的基础上 同比增长了6% 耐克大中华区营收为75.47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9% 耐克这次季度盈利和收入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公司正在努力应对美国暴涨的通货膨胀 以及饱受战争困扰的欧洲市场 和中国的疫情区的禁售令 然而 投资者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耐克公司的股票在交易中下跌 负面因素主要是 耐克毛利率下降80个基点至45% 耐克表示 它仍在处理供应链中的主要问题 包括运输时间的延长和运输成本的升高 消息面上 耐克在中国的耐克跑步APP将停止服务 有分析称 市场担心耐克的中国业务受阻 目前来看该服务前景仍不明朗 在俄罗斯业务暂停三个月后 耐克公司表示 该品牌将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 当然 耐克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收入 加起来也不到耐克总收入的1% 股价来看 耐克的股价历史走势 与标普派指数比较相似 所以它的波动性并不大 目前100美元是关键支撑价格 当前耐克的估值也趋向合理或者略有溢价 该公司继续支付股息 根据分析师的评级共识 耐克获得的一致评级为适度买入 另外 公司宣布其董事会以授权一项新的为期四年 价值180亿美元的计划来回购耐克比类普通股 近期 华尔街对多个细分行业的周期性股票进行了打压 耐克是一个周期性企业 这意味着当经济状况良好 人们有更多的钱消费时 它就会表现良好 最近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挑战 周期性企业面临压力 但历史上看 耐克在过去经受住了经济放缓的考验 尽管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耐克的业务仍然稳定 尽管上述提到了不少不利因素 但耐克的长期增长前景还是保持不变 耐克的长期财务目标与卖方分析式的预测一致 从长远来看 耐克快速增长和盈利能力提高的主要驱动力 是该公司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业务 耐克设定了一个目标 耐克Direct业务的营收贡献 要从2021财年的40%增加到2025财年的60% 正如其2021财年DCG的财报所强调的那样 这应该有助于耐克实现其长期目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 美股再度遭遇股债双杀 继续雄贯全球 并且继续迈向几十年来最差的上半年表现 机构表示 美国制造业的过度依赖进口 高企的通胀带来的原材料成本骤增 过度监管以及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 构成了目前制造业遇到的困局 美国多个宏观数据崩盘 预示着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一边是对美国处于40年高点通胀的担忧 一边又是企业利润增速的放缓 美国整体经济的放缓甚至衰退的担忧 高盛策略师表示 无论经济是否陷入衰退 标普白指数成分公司的获利率 明年都可能下降 市场还在继续定价 还是那句话 我们或许正处于第一阶段利率熊市 和第二阶段收益熊市之间的过渡时期 市场消息面左右大盘走势 请大家继续系好安全带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